今天做湖南的李玲小炒肉 它的特点是带汤的小炒肉 用料做法都很简单 但是特别的下饭 猪的前腿肉 瘦肉和肥肉分开 分别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 你可以把肉冻一下 这样比较容易切 瘦肉加酱油 白胡椒粉 蚝油抓匀 再来一点芝麻油腌一下 配菜就是嫩一点的香芹 小米辣 大蒜 一点干的辣椒面 不吃芹菜的可以换成蒜苗 锅里先来一点油 把肥肉煸出油 但是不要炒得太干 然后放大蒜 小米辣 辣椒面 加一点盐 然后加水 把这个汤煮开 煮开之后 放腌过的肉片 把肉片划散 大概炖两三分钟 然后再把芹菜放进去 因为这个菜的汤水比较多 最后要再尝一下味道 然后去加一点盐呀 鸡精就可以出锅了 我看到还有一种做法 是先炒瘦肉再加水 就是把瘦肉炒熟之后 再加水炖两三分钟 两种我都试过 我比较喜欢的是先加水 再炒瘦肉的这个步骤 因为这样做出来的肉片会比较嫩 跟之前吃到的那种 湖南的小炒肉的口感不太一样 而且辣椒不容易炒糊 李灵小炒肉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配菜很随意 就是你觉得可以放进去的 都可以组合 北京有一个叫辣乌的香菜 我就是在他们家第一次吃到的 这个李灵小炒肉 好像老板就是李灵人 那个小炒肉里边就会加毛豆 我最近听说他们家关门了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到他们家菜 这几年之前吃的很多餐厅都关门了 希望今年线下的餐饮 可以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吧 希望那些用心做餐饮的老板们 今年可以好起来 可以多赚点钱